卡迪根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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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797年10月16日 陸军中将詹姆士布鲁内尔 身为卡迪根勋爵 伯爵的他 可说是 19世纪以上半夜 英国贵族光荣典范 我们可以说他从不知道失败的滋味 因为 他会不择手段 离花钱 大肆装备 却又将自己的士兵生命 弃之如碧驴 或他称他们为农民 他从小就在奢华的白金汉郡长大 当他的父亲继承 卡迪根勋爵的领地时 年轻的詹姆士 已经在英格兰最好的学校中 接受教育 当时他只有14岁 但他从没有获得任何学位 我找不到任何有 关他加入圣殿骑士团的记录 大概是因为你出生 在如此富裕的家庭 实在很难选择自己的路 大概都只能走铺好的人生吧 1818年他成为圣儿宝的一员 是个威尔特郡的小镇 没有头发斑白的西安牛仔 但如果你曾到过那里 记得在亨利的羔羊上 羔羊那边喝上一杯万万节旗 就对了 他的表兄弟拥有 那个小镇 所以对他来说很方便 不过这不是指 我们有办法阻止在他 当上议员之前 先去大局游历欧洲一番的行为 所以毕竟 人们不是很喜欢 让四处漂泊 跟俄罗斯女贵族 撕换的人担任治理的责任 当他终于当上议员后 他显然不是很受欢迎 更别说受到应有的注意 在1832年竞选期间 尽管他花了约2万英镑 等于今天的166万英镑 好弱喔 的钱还是被打败了 我想正常对一般市民 喊出改革是废话 我们应该维护贵族的古老权利之类 大概都会落得这样的下层 由于他在政治上的不如意 因此他将注意力转向了军队 以他在滑铁炉加入过威灵盾 我怀疑是因为他喜欢漂亮的吗 得经历 并在北安普顿郡组织了自己的队伍 而他也发誓这支军队 不是为了防范改革主义欣喜 当时北安普顿郡的威胁还未能出现 他加入了骑兵队 并在那里过了几年 一路上累积了自己的经历 最终从中尉变成中将 甚至成为第11清骑兵团的指挥官 一路上他搞了一堆被军事法庭指控为 应受显责的罪行 最后被威脸国王解雇 同时以非法决斗的罪名起诉 而这些都因为他的家族势力而得以开脱 太夸张了吧 当他终于被派到印度去当指挥官后 他停留在当地的时间 只够打几只老虎 他的第11清骑兵团 已在当地驻扎数年 就被召回英国 而卡迪根伯爵 他继承了1837年的伯爵领地 就这样转成私人游艇回去英国 当然这是因为他有财力这么干 如果不是我知道他是个混蛋 我一定会很喜欢他 尽管所谓漫长而辉煌职业生涯 其实是场空 但卡迪根伯爵在巴拉克拉网站 一称为最著名的骑兵旅指挥官 虽然最初他根本就没有参与过战斗 但事实上他敌刷有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并且相比他人毫不逊色 其实他的个性有点糟糕 但他仍是这个世界上少数 每几个敢正面与他对决的人 你要知道他从不在战斗中回头看他 手下牺牺牲的士兵一眼 当他知道那场战役失败后 他决定退回他的四人游艇上吃香槟晚餐 所以他好像也不是真的这么英勇 在战争后 卡迪根伯爵回到了英国 并在那里过他的退休生活 他大力反对改革 并称自己为克里米亚英雄 这里可以帮他说点话 他确实捐了许多钱给退伍军人相关的慈善机构 直到他过世前 他突然转而支持1867年的改革法案 由于该法案让上议院 可以有更大的权限否决下议院 尤其说他改变心意 我会说这是圣殿骑士的新阴谋 但至少最后全世界都有了 同名的羊毛衫外套 哈 不但可以成为时髦穿搭 这脸穿在儿童节目主持人身上都很适合 为什么 最后这一段是什么东西啊 诶 麦斯威尔罗斯 这不是刚刚那个人吗 虽然没有麦斯威尔罗斯的存在记录 但有个他喜欢说的故事 他说有个男孩叫奥伯伦 由一队在移动剧团工作的慈爱父母抚养长大 男孩在那学会了唱歌跳舞 朗诵莎士比亚 与如何吸引群众 但时间对这些有演员相当残酷 他们为了维持生计走向犯罪人生 在每次表演间总做些偷窃诈骗的犯罪行为 他们的名声就如同时间那般一去不复返逐渐恶化 而他们的热情也因为犯罪后的良心不安而灰飞湮灭 这曾经一度非常亲密的团体很快的就分到扬镳 是伤了年轻奥伯伦的心 不过这倒让我心情愉悦又恨透那天下的移动剧团 男孩的父母试图安慰他 并告诉他凡事总有理由的 并决定带着他一起到伦敦 不幸的是即便在那他们仍发现他们过去所做 就有鬼妹般跟随他们 他们因此无法找到稳定工作 而整家人仍住在街上 男孩则在收容所 多次禁除 阿伯伦是期盼着有富怪家族前蓝 他经常向他的父母抱怨生活不公平 而他们总是告诉他凡事总有个理由 有天他觉得受够了 为了找回他在剧团所拥有的快乐回忆 他下班了麦斯威尔罗斯的名字 并逃跑加入了马西团 在那无论过去是怎样的人 他们都愿意接受 在那大园顶下 他很快学会了一切 从特技杂耍到拳击 无故精通 而当他的新生活 再次变得跟过去一样穷困时 麦斯威尔没有让失败击垮他 相反的 他回到伦敦 并在地下犯罪事件活用了他的技能 过去几年 罗斯几次进出监狱 做了无数的工作 从街头清爵门到打手 扑到了墙大 但是 这个难以控制的无情拳击手名号 看到这里 真是好履历 当他激动起来 没其他拳手能击倒他 多么厉害 几年后 他聪明的脑袋加上强硬的肌肉 让他的视力不断扩张 而他的恶名也更为昭彰 有些人为他工作 剩下的其他人就是欠他钱 不过都有着共通点 每个人都害怕他 不令人意外的 聪念骑士的大团长 克洛佛特·史塔瑞 很快就看中了他 史塔瑞提供罗斯一笔难 一笔难以想象的金钱 让他扩充事业 更只派七个训练精良的士兵给他 让他茁壮成一个强大的帮派 并称霸伦敦街头 现在罗斯成为了富人 买下了翻新的河岸街 几乎废墟的剧场 也就是现在的阿罕布拉音乐厅 罗斯将他作为他的活动基地 同时以资助表演来维持合法的外貌 并提供视频欣赏 随着罗斯在史塔瑞手下越久 他越觉得史塔瑞操控着他的人生而感到沮丧 但他早已期待 未来离开史塔瑞的掌控 他知道或许并不是每件事都有理由的 诶 奇怪 我们的大敌人叫做史塔瑞 诶 奇怪 那搏曲是谁 我记得三天骑士的领导人不是搏曲吗 不然有点 不知道 怎么回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现代刺客 加琳娜弗洛若妮娜 生日1983年7月30日 加琳娜跟她的双胞胎姐妹阿福多提亚 出生于普罗特维诺德刺客 苏维埃科学设施中 出生在设施中 说实话 这听起来真的很炫 但很遗憾 他们生活基本上 像一场永无止境的恐怖电影 他们的摄氏集团队 取得了Elimus早期版本的设计图 而这些人相信 如果能比Obstacle 早一步开发出这部机器 那么刺客就能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取得先机 很可惜他们缺乏让这部该死人机器正常运作的材料及专业技术 而这一点并没有让他们的导师 也就是加琳娜的母亲却步 相对的 他强迫所有刺客长时间进入射部机器 包括自己的双胞胎女儿 慢慢的 出解效应开始发生 而他们的科学成员也因此全都疯了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加琳娜只得外出求援 并在此碰到了嘉文班克 班克也是一名刺客 他的任务是寻找尽存的刺客分布 让这些分布与群球性的四个兄弟会再度取得联络 加琳娜带领加文及他的团队回到普罗特维诺 在那里 他们将困在设施中那些精神错乱的可怜人全都爱了死 因此加琳娜也亲手杀了她的母亲及双胞胎姐妹 加琳娜将她招募到自己的团队 对加琳来说这是好事 因为她有多管闲事的坏习惯 加琳娜在Animus中的时间很长 因此她向刺客的祖先们学到许多技巧 后面这也是她没有封掉的理由 有一次在挪威我看到加琳娜在跟自己讲话 当我问起这件事 她说她在跟自己死去的妹妹讲话 她觉得不论自己到哪里妹妹都会陪着她 不是这样吧阿C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